因为顾忌同事关系 小枫多次以办公室禁止恋爱的理由 拒绝了月月的追求 而小枫在来到现场后 面对月月的强势 终于勇敢承认自己喜欢的人 却是一向温暖可人 陪着月月来告白的同事雨菲 在这样极度尴尬的情景之下 一向高调的月月 却做出了非常大度的选择 那么 没有明确表示不喜欢小枫的雨菲 会有勇气来到现场吗 在开门之前 你必须先向月月道歉 月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之前一直没有把话跟你说清楚 伤害到了你 真的很抱歉 你去吧 问你几个问题 你真的喜欢雨菲啊 真的 喜欢多久了 其实 能有半年了 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在感情上 可以说是个 比较白痴一点的吧 刚才说了这样的女孩挺优秀 虽然嚣张了一点 那你喜欢月月什么呢 她温柔 在其他方面有她优秀吗 没有 那如果月月不喜欢你呢 老师那叫菲菲 你别这么说 你别这么刺激我行不行 叫菲菲 雨菲吗 不是叫雨菲吗 叫雨菲 我是月月 你是月月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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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对不起 抱歉 那如果雨菲不喜欢你呢 我尊重她 她出来了 你会在这儿向她告白吗 你去告白吧 我怎么那么不信你这话呢 其实我宁愿你此时此刻 说一句真心话 虽然你不喜欢我 虽然你们在一起我会伤心 但作为朋友 我还是祝福你 我做什么事我都不后悔 我今天到这部位不后悔 你不爱我 无所谓 你去追求你爱的吧 你也有这权利 你去吧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静恩见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